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爱 这个邻国现在是中国的铁杆小兄弟 这可能也是王毅这次旋风式出访最心情舒畅的一天 看外交部的新闻稿 9月12日,柬埔寨举行中国圆检体育场项目交接仪式 检政府部长几乎全部出动,检全国电视直播 最有意思的是柬埔寨首相洪森 即席发表了长篇致词 本来没准备的,实在熬不住,一定要讲讲 一讲就杀不住车了 主题只有一个 中国是检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兄长 检中已成为铁杆朋友 洪森说 有些人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柬埔寨 对检中友好关系指指点点 检奉行和平共处和中立原则 希望同所有国家交好 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并不拒绝任何国家帮忙 但中国为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 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由此结论就是 柬埔寨不依靠中国 还能依靠谁 任何外部恐吓又拉 都不会动摇检发展对华合作的决心 王毅也很感慨 应邀即席简短致词 也就是说 本来也没有这个环节 但柬埔寨人太热情 王毅 你不说点啥 我们不答应 那王毅也不客气了 说 中国圆检体育场 是迄今对外援助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体育场 是中检友好合作的真实写照 将成为象征中检友谊的又一个重要地标 中国院支持像柬埔寨这样的亲密友好近邻 加快发展 实现振兴 其实 此前一天 王毅在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会谈时 还说了一句名言 让中检友谊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因为在东南亚 柬埔寨确实是中国的铁杆兄弟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总体都不错 但柬埔寨肯定排第一 记得去年2月 武汉疫情最紧急的时候 红森就来到了北京 不是真正的朋友 肯定不会这个时候来到中国 所以 当他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下飞机时 王毅就在闲梯下等着他 让副国籍的王毅亲自去迎接 这是破格 是非常罕见的中国外交举动 实事求是的说 就是普京拜登来都未必这种接机规格 2月50下午 记得北京正在下大雪 洪森告诉中国领导人 我临时决定 在此特殊时候来华 就是为了展示柬埔寨政府和人民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大力支持 在中国困难的时候 柬埔寨人民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 患难与共共克时间 是真正的铁杆朋友 据说 洪森本来还想前往武汉 一 看望在那里的柬埔寨学生 二 表达对武汉的支持 最终 在中国外交官的苦苦劝说下 他没去武汉 去年洪森来北京 现在王毅去金边 疫情期间 很多国家都是视频交往 但铁杆兄弟就不一样 我知道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想法 什么铁杆 其实更是要钱的冤家 有些国家可能是 但如果这样说柬埔寨 那就不了解国际格局了 柬埔寨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示范性的国家 以前是巴基斯坦 巴铁 巴铁很铁 去年疫情初期 在还不知道黑暗会怎样持续的时候 巴基斯坦就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物资支援中国 有多少口罩捐多少 记得当时华春莹就感慨 中方深表感谢和感动 这样的铁哥们不富裕 但确实让人感动 现在中国还有了捡铁 确实铁 洪森去年来访只是插曲 真正的主旋律是柬埔寨的仗义 要知道 过去几年 中国最严峻的外交挑战之一 就是南海问题 在西方国家纷纷发难 部分邻国趁机挑拨之时 中国最终能化险为夷 有领导人的谋略 外交部的努力 也有机缘的巧合 但谁是最大的功臣 答案应该是柬埔寨 洪森公开力挺中国 说所谓南海仲裁不是法律 是政治事件 我不支持 他还透露 某国驻柬埔寨 曾向柬埔寨施压 支持所谓南海仲裁 否则取消对柬埔寨的援助 但洪森拍案而起 我告诉过你 洪森不会轻易屈服于外部压力 某国是哪个 你猜得出吗 柬埔寨说到做到 在东盟一些会议上 就南海问题一票否决 这样的国家自然是好兄弟 新加坡是王毅此次访问 东盟国家的最后一战 上个月 作为美国国家级领导人 哈里斯和奥斯汀的新加坡执行 充满了对中国的挑衅意味 明面上 美国是与东盟各国 包括新加坡加深合作 实际上或许是 相装武剑意在佩功 因此 作为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毅 有必要顶着疫情的风险 来东南亚进行战略制衡 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局势 深切影响着中国的利益 9月13日 新加坡外长维文送给中国的第一个大礼包 就是对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步协定 CPTPP的意愿表示欢迎 这很重要 就像当年中国申请加入WTO的谈判一样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硬骨头要一口一口的啃 没了美国 CPTPP照样开张 而且代表了全面与进步的TPP CPTPP要求成员国必须具有非常高水准的市场开放 加入CPTPP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中国能不能度过这一关 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而作为东盟成员国 新加坡也可以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提供助力 在保持双边经贸自由的同时 可以更加包容 2020年底 新加坡与中国达成了一份 后疫情时代加强合作的联合文件 象征着两国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经贸往来 还包含了各项合作 维文曾表示 新加坡可以作为中国企业 进军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基地 并同时将世界各地的投资引入中国 成为中国新发展下的一个资本中转地级枢纽 新加坡正在主推全国疫苗施打率 而在此后 下一波订购的疫苗将在9月20日运抵新加坡 这是两国关系良好的一个证明 我们今天看周边局势 周边国家 我们一般用三号来形容 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但还有一些非同一般的四号 比如越南和老窝是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同志 但巴基斯坦和柬埔寨则是 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请注意 多了一个好兄弟 这种四号 从某种意义上说 应该是中外关系中的最高层次了 所以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八铁和简铁两肋插刀 雪中送炭 中国人讲究投桃报李 更不会让好兄弟受苦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有的是永远的利益 但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肯定最符合中国整体利益 所以 我们看到 原先很反华的菲律宾 也正慢慢变得四号 在北边 去年蒙古国的三万只羊 让中国人念叨了一整年 中国设立的国家友谊勋章 第一枚颁给了普京 第二枚颁给了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几年的中国外交 有严峻挑战 但也让人刮目相看 尤其是周边外交 清城汇荣 世界上最复杂的这条边境线 有刀光剑影 但总体安定 这种积极变化 有外交官们的努力和奉献 更有领导人的谋略和远见 还有中国更加开放包容 并展现出的巨大机会和软实力 这才是一个大国的底气 帮助中国的朋友 中国不会忘记 外交屹立观 一字更在例子前面 当然也要力所能及 所以中国军队最早一批疫苗援助 就给了巴铁和简铁军队 给简铁的疫苗 还是中国军机送去的 洪森率大批官员机场迎接 现在中国远见的最大最好体育场 就在柬埔寨 一个经历过苦难的国家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 柬埔寨能转变为现在的简铁 太不容易 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昔日的中国了 外交之道更别忘了 古人的那六个字 德不孤必有林 内修文德 外府友邦 自然进者越 远者来 正通人和 百姓安乐 我们就更有底气和信心 这样的中国 何惧之有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今天按下方给我们看 我们再见 不让我们 check 我们下方给我们 下方给我们 这个东西